哈囉,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這個五一 不是這個五一啦 是五一勞動節啦 你可能覺得每天上課打瞌睡很辛苦 卻不知道不到以前 老公天天加班加到吐血有多苦 又是什麼造就了五一勞動節的誕生 讓我們繼續說下去 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 許多國家逐漸從農業社會 轉變成工業社會 原本在家務農的農民 都到工廠工作 那時候的工廠環境非常惡劣 在紡織業部門裡 起起鎮耳欲容的聲響 再加上天天吸進大量的灰塵和棉去 工人往往得上呼吸困難 肺炎 胸部作痛 精神衰弱等疾病 在礦業部門裡 工人們則承受繁重的勞動工作 與龐大的心理壓力 礦洞裡 石頭或煤經常會掉下來 一旦掉下來 那就是致命的危險 搬運煤時得在低矮洞中趴著前行 患上關節炎 肺炎 哮喘等疾病 是難以幸免的結果 18世紀後半期 每天工時長達14 15小時 甚至18小時 每天除了工作回到家只剩睡覺 有時可能連睡眠時間都不足 1866年 有個德國人叫馬克思 參與的國際工人的聯合組織 第一國際 喊出每日8小時工作制 成為全世界各地勞工的訴求 為什麼是8小時工作制 因為用8小時工作 8小時休息 另外還要留8小時休閒娛樂 讓人可以自由支配 和家人朋友相處 人才可以生活得有尊嚴又健康 1886年 全美勞工聯盟號召的勞工 從5月1日開始 全國性的罷工 要求實施8小時工作制 5月1日這天 美國芝加哥等城市爆發大規模抗爭遊行 聚集約35萬人 要求落實8小時的工時制度 並改善廠房與工作條件 原本和平的活動變了調 警察趕來鎮壓 造成人群死傷 引起勞工憤怒 大家決定在5月4日舉辦群眾大會表達抗議 但現場發生爆炸 造成混亂場面導致多名警察和勞工當場死亡 史稱甘草廣場事件 事後 警方逮捕了8個工會領袖 咬定他們是爆炸案的主謀 其中有5個人被判處死刑 1889年為紀念甘草廣場事件 許多國家也陸陸續續將5月1日勞動節定為國定假日 以此紀念在甘草廣場事件犧牲的工人 而台灣也在民國73年1984年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 將8小時工作制的原則正式用法律規定 雇主如果違法讓勞工超時工作 可是要受罰的喔 除了工時 勞基法對勞工的休息、休假、工資都有規定 提供勞工基本的權益保障 台灣也選定5月1日作為勞動節 和國際勞動節同一天 讓全國勞工放假一日 舉足學生的父母會在這天放假 但勞動節對勞工的意義不是多一天的休息而已 而是紀念前任的犧牲 後來每日8小時工時制 並且要持續努力爭取勞工的權益 台灣的勞工在5月1日這天也會舉辦大遊行 部分職業的勞工一起走上街頭 展現勞工的團結 也要求政府制定更完善的勞動法令 來保護勞工 好啦 這次的故事就說到這邊 再看影片的你有沒有想過 父母或家中長輩是哪一種職業呢 他們的職業有勞基法保障嗎 如果沒有勞基法的保障 對工作會有什麼影響呢 你對你自己未來的工作有什麼想像呢 讓我們大家來腦力激盪一下吧